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在某一方面有有有优秀的东西 你去你就学他那一点 你就学他 你去学他的思路 或者学他的测他的魄力 或者说他的歹力 他在推行这个他的思路的时候 他那个魄力 或者你盯着他的 你只要是盯着你要学的那一点 其他的都不管 你一定能学到 但很多人说你去了以后 你不是 你本来是去学他的思路的 然后你去了看见他一块大蛋糕 你就去吃蛋糕去了 然后盯着其他的东西了 因为他去做很多 然后你比他周围的花花绿绿的东西吸引了 那你肯定不知道 他根本就看也看得懂 野花疗乱 就上时目标了嘛 就像跟老师学习也是 你跟老师学习 你就盯着他 比如说你来学佛法 你就盯着他说佛法这方面的东西 至于他怎么生活 怎么吃饭 怎么去上厕所 怎么去睡觉 他怎么说话 穿什么 他去怎么玩 那都是他的事 你千万不要在乎他这些 你要是盯着他这些生活细节的去看的话 你已经学不到他的东西 肯定干扰你 影响你 你学啥就是学啥 让你不要管 你就看清楚 但是我们这是公司 跟这个公司是立马 不是 我就说 他说那个 刚才我看了龙哥发的那个 那个人就是做事 做得很有思维 很有思想 很多人聚在他身边 说搞不懂他在做啥 他筹备了很多钱 就是他一个人 把这很多钱筹到 其实很多人是 至于冲着他钱去的 那你肯定不知道 你冲着他人去 你就知道 你冲着钱去 你要是他筹多少钱 你都不看 你看也不看 你就盯着他看 看他怎么筹的 你就知道他在怎么用作 他筹了几个亿 你就盯着那些钱怎么花 那你永远不知道 他在做啥 是吧 你也 人家不可能让你去花 人家筹了几个亿 不可能 他就盯着他那个钱怎么花 我们经常会翻这个车 我经常在做事的时候 忘记了初始目标 这就是工作也是 大家赚钱都是 这都说了 微博上网络一直在说 大家赚钱是为了 开始是准备买个房子买个车 然后去幸福的 后来赚赚赚 不知道为啥了 房子车也不买了 拼命就撑了个赚钱工具 就叮叮叮叮叮 把目标叮了 叮得没了 叮不住 叮错了 就是用货太多 我们下官就赚赚了 我们下官就没有 这单子我天下 去间议 上官就有个赚钱工具 进来 去 对 黑 他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